财经焦点我们带您看到 Google行动搜寻业务的改革 似乎已经开始奏效 2015年的第二季财报表现相当亮眼 Google 16日公布财报 因行动广告收入增加 第二季营收上升11% 达177亿美元 净利上升2% 达34亿美元 亮眼的财报 让Google 17日单日股价大涨97.84美元 涨幅高达16.26% 市值上看4700亿美元 也带动纳斯达克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创历史新高 Google第二季的主要获利来源 主要来自行动装置上搜寻数的增加 及YouTube的广告收益 在许多国家利用智慧手机搜寻的比重已超过PC Google近期致力于改善行动装置网页 也进行行动广告优化 而过去一年 透过行动装置 观看YouTube的浏览人潮 也显著成长 让许多广告主纷纷找上门 一日市值增加668亿美元 Google有望成为继苹果之后 第二家市值破5000亿美元的企业 新台湾电视综合报道 Google近期